为什么一本1937年发行的书 再版销量仍能轻松破百万 为什么一个美国人写中国长征 能被视为经典 大家好 我是知区最硬的rap artist 今天跟大家聊聊红军万里长征 和让西方世界开眼看中国的西行漫迹 尽管西行漫迹发行已有80年 但2006年再版时 一年多销量便超过300万册 2020年4月 它被六十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 而他的问世却历经新闻封锁 资料丢失禁止发行的一波三折 究竟是什么样的魅力 让这样一本书跨越80多年的岁月 仍然历久弥新 又是什么样的魔力 让作者埃德加斯诺临终时说 我热爱中国 并把部分骨灰葬在中国的土地里 当我看完整本书时 我找到了真实的原因 《西行漫迹》又名红星照耀中国 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的 纪实文学作品 真实记录了埃德加斯诺 于1936年6月至10月 在中国西北根据地 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 而在这五个月的时间 中国西北有个重要的事件 正在发生 红军长征 当时的世界并不安生 美国失业人口达1500万 罗斯福江一美元的价值 降到了60美分 苏联则开始推行集体农装 斯大林认为资本家会开启战争 纳粹冲锋队在纽伦堡举行大规模阅兵 希特勒预言德意志帝国将存在千年 意大利军队陈兵奥地利边境48万 穆索里尼说 国家就是我 而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腹地 红军正在艰苦地战斗着 关于他们的消息 却遭遇着铜墙铁壁般的新闻封锁 根据地也被赤色匪区一笔带过 究竟红色区域是不是一个 有去无回的人间炼狱 红军又是不是如谣传 是一群杀人如麻的恶魔 带着这样的疑问 斯诺冒着生命危险 带着影色墨水写好的介绍信 决定去传说中的土匪聚集地 记录亲眼所见 而正如曾经因间谍活动被逮捕 监禁18个月后释放的某位传教士所说 如果农民都知道共产党是怎样的 没有人会逃走 斯诺也如愿 同根据地的领导人 战士农民工人青少年见了面 采访顺利开展 深入了解了此间生活学习训练等方方面面 甚至去到了前线 所以这本书是终时描绘中国红色区域的第一本著作 其中的长路雪山饥饿来自一代人的真实诉说 而前线的真相到底是不是如那位传教士所说 从这本书出版之路上的重重考验就能亏见 斯诺先是在采访结束后的离开途中丢失了行李 如果不是连夜追回 第二天就会赶上突发的西安戒严 而即使是整理成书顺利在伦敦首发成为爆款 并一口气出到了第五版 这本书在中国出一本也十分艰难 主流的新闻封锁自不必说 就算是上海租界的中立出版社也近若寒蝉 加之红星照耀中国名字过于敏感 于是只能改名《西行漫迹》地下出版 而这一切又是否与真相相关 斯诺说从字面上来讲 这本书是我写的 这是真的 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 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的 所写下的 《西行漫迹》的魅力也正在于 它以中立的外国人的视角 再现了根据地内中国军民的鲜活 仿佛一本冒险小说 而与小说不同 其间的显像还生 光荣热血 却真实存在着 第五次围剿时 红区面临经济与军事的双重封锁 为摆脱包围追击 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 退出中央根据地 长征由此开启 在这一次划时代的远征里 将士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难题 比如大渡河 这里曾经见证太平天国残布施大开的覆灭 还有多年来汉人与外族不和的凶险 1981年曾出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 布洛金斯基来中国进行了一次 沿着长征路线之旅 在大渡河渡口被眼前齐绝的风景震惊 而约半个世纪前 在那些湍急的河流与险峻的悬壁之上 我们的战士曾面对桥板缺失 蜂拥爬铁锁 还要扑面对岸燃起的烈火 而这也只是长征路上的冰山一角 因为长征跨越了当时中国的14个省份 转战地域面积总和 比许多欧洲国家的国土面积都多 翻阅了二十多条巨大的山脉 其中的五条位于世界屋脊之上 且中年积雪 走过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广茅湿地 不仅人际罕至 还有和法国国土几乎相等的面积 更重要的是 在总和里程超两万五千里的长征途中 中国红军始终在被数十倍于己的敌人 围追堵截 而挺过这一切的是中国红军 他们顽强坚毅 却也不是没有感情的战争机器 他们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 坚韧热血又可爱活泼 就像传说中三头六臂的将领 往往是反差萌的典型 长征时率领先锋部队的彭德怀 喜欢吃瓜 有一件用缴获的降落伞做成的背心 便孩子气得感到很得意 被敌军重金悬赏捉拿 却把单面印刷的通缉令传单收集 用空白的一面制作红军的宣传品 又比如擅长以少胜多 传言不死之身的朱德 乒乓球和篮球都打得贼溜 尤其擅长和战士们打成一片 妻子对他的评价是 天性极端温和 而除了知名的将领 更多的是无名的战士 胜利的每一步都有他们奠基 当然更令人惊议的是他们的年轻 据采访 普通士兵的平均年龄是19岁 甚至大多数老布尔什维克 也不过20出头 更值得一提的是 60%到70%的士兵是有文化的 在根据地训练同时也学习生活 他们不是亡命之徒 他们是为家庭土地和国家而战斗 虽然没有读万卷书 但行万里路 长征的考验让他们经历了最辽阔的征途 也正是他们的勤劳与机敏 让斯诺觉得中国的未来有无限可能 然而斯诺见到的 已经不是他们中的大多数 事实上在长征之初 很多年轻人都是刚刚加入队伍 但再也没能回到故土 以萧华为政委的少年共产国际师 只有18岁的平均年龄 以周昆为军团长的第八军团 全部战士都是来自红区的新兵 仅锐经参军的青年就有1万8千人 牺牲在长征途中 新国参军的5万青年中 2万3千人成为红军烈士 而那个全部由新兵组成的 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 因为在战斗中兵力损失殆尽 成为一只仅存了两个多月的编制 十一的时候 我去电影院看了长津湖 满场几乎都是小朋友 就我一个大人误入 只有我像一个气愤组 引来隔壁座的小朋友频频侧目 电影那么好看 为什么这个奇怪的大叔 在偷偷的哭 正如曾经儿时的我 还不能理解战争的残酷 而18岁的我在窗名激进的教室读书 18岁的他们却已踏上征途 寻求绝处逢生的一丝希望 在朝不保夕中锻造钢墙 走在了荆棘满布的长征路上 革命先辈在长征途中的英勇豪情与陆力同心 我须于不敢忘记 因为年轻的他们用坚定的信念与灿烂的生命 换来如今我们的安定和平 顽强的他们用血肉之躯 革命热情赢得了全世界的认同与肯定 如斯诺形容 中国的长征是整个国家走上了征途 而在1938年出版的《西行漫迹前言》里 斯诺的最后一句是 仅向英勇的中国致敬 盯住最后胜利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报纸的新闻记者 他已经预感到了 红星照耀中国 还将照耀世界 而这一段预言将由我们续写 正如长征已经被赋予了超越时代的意义 它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每当我们面临漫漫长路里的艰难险阻 都会用长征来代表这段旅途 而从新中国的成立 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如今我们的国家一日千里 如今长征的精神未完待去